嗨,你好,我是瑞希 前两天家庭智慧又被问到了感情状况 在说到自己正单身的时候 家里人都惊讶极了 他们问我 你这么好的年纪 干嘛不去谈个恋爱 对啊 这么好的年纪 为什么非要去谈一场恋爱 现在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好像单身成为了一种非正常状态 尤其是当你二十多岁还不谈恋爱的时候 就几乎可以跟没人要话等号 总有很多人告诉你 谈恋爱很幸福 年轻就应该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就应该享受它的甜蜜 然而二十多岁其实有很多事情 比维系一段感情更值得去做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找一段时间旅行游玩 去认识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 你可以为了工作埋头苦干 在每个月初心满意足地看着工资卡 随手买件新衣服奖励自己 你甚至可以在一个休息的下午 关掉微信关掉手机 心安理得地 看着楼下的行人发呆神友 而不是漫无目的地等一个人的邀约 翻来覆去地看着手机 只是等不到一句晚安 一边安慰自己说他就是很忙 一边又躲在被子里围持 当然 爱情幸福的情侣有很多 吵吵闹闹 但恩恩爱爱 那种幸福不用隐藏 总是会明晃晃地透出来 这都皱不住 说不羡慕是假的 只是单身的生活里 我也可以很快乐 这种快乐 来源于六月温暖的晚风 和午后树上的缠鸣 下班之后临时组建的酒职 还有夜晚职黄色的灯光下 我一个人 晃晃悠悠地回家 我常常会想 生活本来就有千百种模样 只是我自己恰好选择了 更自我的一种 不是单身选择了我 而是我选择了单身 其实你看当今这个社会 想谈恋爱并不算难 比如有一个人 你看到他第一眼并不讨厌 你们随便聊两句 了解彼此 顺便打发时间 聊到差不多的时候 加个微信 重复地问他 你在干嘛 你吃饭了吗 晚安 早安 然后就这样等到某一天 你们就在一起了 这并没有什么奇怪 毕竟现在太多的爱情 都是这样的 你生病了 他会劝你多喝水 你加班了 他让你路上小心 但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你心里清楚这些话 他可以告诉你 也可以告诉别人 就好像他可能真的喜欢你 但一点也不妨碍 他喜欢别人 有些爱情也许不是一个器官 对另外一个器官的反应 也压根谈不上行动 只是他刚好需要 你刚好出现 这些年纪小 以为说过了早安晚安 就算得上喜欢 现在长大了 也就明白了 喜欢和爱之间 真的隔着万水千山 只是当我们费尽全力地 去维系一段感情 到头来发现得到的 只是一份微不足道地 喜欢的时候 他真的值得吗 之前看过一个泰国短片 讲述了一个 有关恋爱恐惧症的故事 女主角很长时间 没有谈过恋爱 早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面对前来搭讪的人 总是下意识地逃避 甚至会反感 他问自己 这样做难道错了吗 直到后来 他遇见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他愿意和这个人聊天 和他拥抱 甚至接吻 到那个时候 他才明白 所谓的恋爱恐惧症 不过是你还没有 遇见那个人罢了 如果某天 有一个人出现 能让你打破 你原有的原则 改变你原本的习惯 成为你的例外 也许你才真正地 到了告别单身的时候 电影单身指南里有句话说 我们单身的这段时间 真的能够让我们学会 如何独立地生活 你会习惯独居 会尝试做一个人的晚餐 甚至逐渐适应孤单 但你也会努力赚钱 努力学习提高 努力变成更好的样子 等到那个人出现的时候 你不会沮丧 不会自卑 而是有足够的底气 知道 你能与他相配 毕竟比起单身 更可怕的是 好不容易遇到了真爱 却发现自己 根本无法跟他走到一起 所以 日子还长 还多的是美好的时光 我们不必急于一时 单身的日子 也许会有些孤独 但 比自己孤独更可怕的是 和一个 让你孤独的人 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